因为我们在伊甸家园学习 在大资产中生活很快乐 所以希望用纪录片 记录我们在农场的生活 跟大家分享 如果他很喜欢跟环境 还有人互动的这块 他的确是可以在纪录片的过程里面 他就比较容易有参与感 他就会把自己融入到 那个纪录片的情境里面 以前的海 还是很多雨了 而现在却变少了 我们想用镜头看看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我们就想要利用这个机会 然后去探索这条溪流背后的故事 顺便亲近它 了解它旁边的动植物 在这部纪录片里面 我们透过了矿工还有智者 他们在对话 然后希望透过这部影片 让大家可以看到 台湾有一群很美丽的资者 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 在关注这片土地的这个环境 我们大家一同来为这个环境保护 守护家园 尽一份心力 然后落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周遭 他们愿意这样子无私地对这个土地复苏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记录 希望把这个奖金拿去支持他们造领的计划 让他们可以继续为这片土地付出 它不是只有一个单纯种一颗树木的成单 我从一颗小小的把它再黑成大大的样子 为什么想要做这支片的动机 就是因为陈阿公在一次的 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就说他希望他可以持续在他有生之年 不断地实验不断地尝试 产量提高售价降低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有机会 可以吃到安心的作物 这些有机农户他们坚持做有机的理念 是为了我们的人类的未来 为了打造一个永续的家园 那这个永续的家园要怎么打造 不是只有靠栽种的它去做有机 而是消费者也必须要能够一起来实践 这个有机的理念才能够去共同创造未来 对于环境的保护 我想攸关我们的生命的永续 所以原乡踏查的目的就是希望 不管是从文化环境各个层面 我们要爱我们自己周遭的事物 我们的土地 让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